嗨 大家好 我是智杰 今天要用 喝完的飲料杯 DIY養魚必備工具 魚缸內的過濾器 首先我們要準備喝完的飲料杯 剛好 滴妹的再睡5分鐘 在高雄的異想天地開幕了 一聽到DIY過濾器這個影片的企劃 馬上想到 滴妹家的杯子 而且重點是 油桶點點飲料最好喝 OK 工具準備齊全 桌上我還準備了 生化棉 陶瓷環 一些管材 打孔工具 那我們就開始吧 先踩好三分管和四分管 做成伸縮型的管子 改良是三分壓嘴先插進來 把蓋子蓋好 照著四分管的寬度 在背蓋的中間畫一圈 飲料杯底部畫對角線的8個點 拿出電絡鐵來開動囉 接下來是剪生化棉 如果你的生化棉比較薄 可以自己剪個345片 踩下來之後 四分管在對準生化棉的中間 挖一個洞 塞進去飲料杯 封管插進去三分壓嘴出水口 拉出來 把氣泡石接到封管 OK 先拿四分管卡進來生化棉 我們可以放陶瓷環 陶瓷球 各種綠材都可以 放滿之後蓋上 把剛剛煮好的三分壓嘴出水口 包含氣泡石 對準四分管塞進去 要注意四分管不要完全碰到杯子的底部 要往上抽起來一點點 這樣水材可以從管子跑進去喔 接上打氣機 完成 完成 現在是命名時間 我把它取名為 增滴好好用過濾器 潮影水族擴大爭材唷 如果你對水族有愛 非常有興趣 喜歡玩水摸魚的潮友們 都非常歡迎你們加入喔 我們有開放各種職缺 詳細情形可以前往 104人力銀行 搜尋AC潮影水族 或者在影片下方資訊欄 有連結網址喔 趕快加入我們吧 我們今天做的這一款 增滴好好用過濾器 是仿造市面上的過濾器做的喔 這種一般都被叫做水雕精 像這樣 放在魚缸裡面 用氣局的原理 什麼是氣局呢? 字節我來解釋給你聽 我們拿三分管起來看比較明顯 打氣機連接進來的氣泡時 會一直吐泡泡 把氣泡和水往上推 這就是氣局 水和空氣往上跑了之後 管子 就應該要沒有水了 但我們把它放在有水和濾彩的杯子裡 所以過濾杯裡面的水 就會一直補充進去這根管子 水和氣泡從管子被推了出去 有濾彩的水 阻進來管子 就會有循環 就是這次過濾器運用的原理啦 那這樣勢必會沾掉魚缸內的空間 怎麼還有那麼多水族管愛用 那最主要有四個原因 便宜 打氣機 一台100到200內就可以入手 加上我是用回收再利用的飲料杯 和一些濾彩就可以做出來 甚至你想要更省的話 也可以只用白棉、生化棉 定期更換過舊的白棉即可 生化棉可以洗完重複使用 真是有夠節省 原來是節省的部分啊 省電 這會跟水深有關係喔 氣局最重要的就是出氣量 夠不夠去推動這個管子裡面的水 那如果是小的魚缸 水比較淺 自然就不用買太大台的打氣機囉 像我們這台式可調的 耗電量是3.0到3.5瓦 現在開到最大所以是3.5瓦 提升溶氧量 我想這應該就不用多做解釋了 因為用打氣機推動 自然就會增加溶氧 只是相對的這也會有個缺點 就是馬達音加空氣波波波水深 關於馬達 這是個人主觀的感受 我們無法跟你保證 打氣機標榜的超淨音 就是你想像中的超淨音 因為一般人想像中的超淨音應該是0分貝 但目前我們測起來是都還有30分貝 大約比圖書館再安靜一點點而已 如果我純粹是討厭房間有水深 這就比較好處理了 自己有告訴你一個好方法 就是 不要在房間養魚 綠材容量可以放比較多 這款自製水腰筋跟市面上販售的外掛過濾器 關鍵性的差別就在綠材的容量 之前我有拍過一支影片 有實測過濾材容量這個主題喔 目前我們用的是最小的杯子 你看光是綠材容積就差了這麼多 缺點 這次過濾器要放魚缸裡面 其中一個缺點就是 會壓縮到魚缸裡面的空間 不過其他過濾器會要縮到人的空間 這個我們1比1打成平手 再來問題最大的就是美觀了 畢竟這個過濾器是要放魚缸裡面 你在凝視著魚的時候 過濾器也在凝視著你 還好選擇杯子如果夠好看 就能讓它變成亮眼的一點 而且如果你選滴妹再睡5分鐘的這個杯子 還有一個最最最最重要的好處是什麼 你知道嗎? 魚缸的水會變成全糖 不要瞎掰好嗎? 以上就是滴妹再睡5分鐘飲料杯 DIY過濾器 相信大家今天也有滿滿的收穫 這次的贈品是 有什麼想說的想問的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喔 我們將從留言中隨機抽出 有訂閱AC草原水族頻道的草友 把贈品送給你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按下喜歡 想追蹤更多水族知識請按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我是智傑 AC草原水族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又是一個新品牌 看看 下個月 我們下次見 Cutat 更多水族 然後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